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地方是人能带的地方吗 那怎么不是人带的地方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天哪 又臭又臭 哎呀我的天哪 这路真难走啊 菲菲怎么办 我们欠那么多的钱 是啊 我们马上就无家可归了 这要账的成群 姐 你们这走啊 快回来了 快坐 这又是 姐 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的点点 来坐 点点快坐 点点 坐吧 我的天哪 怎么坐呀 这什么地方呀 这又是你家呀 来快坐点点 点点来 来小胖 先坐这 姐 你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哭哭啼啼啼啼 小胖 你可不知道 刚才要账的 成群 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老房子卖了 我们现在 变得都无家可归了 是啊 他们说 如果不赶快把钱还给他们 要打断我们的腿 小胖 这就是你的两个姐姐呀 我还以为他们是有钱人哪 怎么还欠了一屁股债啊 姐姐 看个穿的 大姐姐 你们到底是 欠了谁 谁在这 小胖 我们欠了大壮 二十五万 二十五 你二姐 得了一个尿毒症 要借快的早做手术 所以我们就欠了大壮 二十五万 是高利贷 我们现在 划不及 他们就 整天给我们要账 要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还有这种事啊 小胖 你看你们家 欠了那么多钱 你姐还得了尿毒症 这个家怎么呆啊 有个日子怎么过 你姐不就是个累赘吗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看看你家 这么穷这么破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跟你回来了 点点 你不会 嫌弃我们吧 你看你们 你们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欠了那么多钱 还身患重病 点点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从小没父没母 是我两个姐姐把我拉扯的 这么多年 她们省时间用的供我上学 她们也不容易 现在我二姐得了这个病 你还这样说她 你还好意思说 小胖 你看看你 自己在城里面穿的人猫狗样的 没想到 你让你那两个姐姐 在老家受苦 这房子还能住人吗 你二姐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你从来都不管不顾吗 我真是看错你了 点点 我 不知道啊 点点 你不要怪我弟弟 是我当时没有告诉她 大姐 二姐 这些钱 我来帮他们还 要不然的话 他们的负担得多大呀 再说 二姐身体也不好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六星级酒店大堂经理 这些年 你存了不少积蓄 还有 以后 你二姐的病 这个医药费 我来出一部分 就算 给他们减轻压力 二姐 希望你能干净好 钱 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点点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小胖 照顾你姐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再说了 是他们从小把你拉扯长大 这生于之恩啊 大于人 这养育之恩大于天呀 这一辈子 我们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 没有他们 哪有你的今天呀 点点啊 呃 这个债呢 你也不用帮我们还 我的病啊 你也不用帮我治 其实啊 我和大姐呢 我们都是为了试探你 现在 看到你是个好女孩 我们就放心了 点点啊 我和你大姐公司还有事 点点 我们先走了啊 点点 我们先走了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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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怎么会是这样啊 点点啊 实话要告诉你吧 其实我是 我是刘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姐姐她们 也都有各自的公司 她们就是 想 试探你一下 看看我找的女朋友 是不是一个心理善良的女孩 小胖 怎么会是这样呢 点点啊 希望你不要生气 小胖 我怎么会生气呢 只要你姐她们没事就好 刚才啊 正虚惊异常 我还真以为她们 不说了 只要她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我的心里啊 开心还来不及呢 你能这样想 我这是太高兴了 走吧 我去 吃饭 走